大联盟例行赛接近尾声,先前国民称大国联东区后,今17日印第安人也多下分区冠军,太空人和稻奇蜂王也近在眼前,如今距蜂王最远的就属美联东区的红瓦和国联中区小熊,然而红瓦相较小熊后有近晃火烫,经九比三击败精英后禁止战八胜的杨基颈椎,向蜂王的难度是更高了。 杨基此一第三度击落精英,拉出四连胜小高潮,最大功臣就属贵格瑞斯,Dede Gregorius,他左轰两分炮,贡献四打点帅队夺胜,此一包括三下突破将局的三分炮,四打数敲三安,再次带领球队赢球,他如今累计23空,差异轰追平吉特,Derek Jeter,1999年所创杨基对石油棘手擅计最多 24空级录,我没有尝试做出什么改变,贵格瑞斯连续两场开轰,无疑成为杨基如今最恐怖的打者之一,不过他说,自己只是尽可能把球打平,如果打出些飞球,好的结果自然就出现。 我上场时没特别想打拳雷打,而是试着打出中阻碍野平飞球,无论投手怎么对付我,都是如此。 杨基有贵格瑞斯,左雨光芒战道延长15局才赢球的轰瓦,今天也有波赛洛,Rick Porcello,撑场,波赛洛前一新发野队光芒,五局十两分通败,此一他卷土重来。 七,一局是一分帅队3比1在灭光芒,他说当对方很积极时得善用自己的优势,而他尽可能投的有效率,把变化球和速球控球做好。 红袜和杨基双双赢球,红袜仅三场,些为胜差领先,杨基淘汰指数还有12,例行赛到现在,美联西区太空人封王魔术数字,M1。 国联西区道齐魔术数字,M5,距风王都不远,孝雄则是M11,红袜M12。 若杨基与红袜持续紧咬,美联东区很可能会成为最后一个诞生风王球队的分区。 中时电子报 中时电子报